歡迎大家收看這集的《馬經》 特別要看現場直播的朋友說聲抱歉 因為我們遲了十分鐘才開始 今天的《馬經》 因為不知為何廣東的交通情況 非常混亂和非常濕塞 除了我遲到外 原來一山環有一山高 一車更比一車遲 原來我拍檔耀尊更遲 到兩點十多分的這一刻都未出現 所以我們決定先開始這個表演 讓耀尊一來到就可以加入 參加我們今集《馬經》的討論環節 今天是10月30日 明天是10月31日萬聖節 我想這個週末也可以說是 我看到蘭桂坊或很多傳統的酒吧區 已經充滿著萬聖節的色彩 很多繽紛的報紙 或者很有趣的層次已經出來了 我相信這兩晚 可能昨晚已經開始了 昨晚已經有些朋友出去喝東西 去寬度這個Halloween 我想接下來這兩晚都會繼續下去 變成一個狂歡的三天Halloween weekend 由星期五到今天到明天 我想有三天大家一起去玩 不知道大家的萬聖節如何度過 不過有趣的事 原來今年這十月 即是這十月 我們在這裡過 剛才說過三天週日 星期五六日 寬度這個Halloween 原來今年這十月總共有五個禮拜五 即是有五個禮拜五六日 即是由10月1日開始就是禮拜五 然後到明天31日就是禮拜日 即是五六日總共出現五次 原來是823年一遇 即是百年難得一遇 一個很漫長的十月週日 所以不知道大家的十月如何度過 我就在這個忙碌當中度過了十月 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 都知道都是多時之秋 不過不要緊 所有的風波所有的事件 都會隨著時間的過去而消逝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回到今天馬經的正題 Halloween weekend 我想很多人打算去派對 有沒有想過穿什麼服飾 有沒有想過要帶什麼去 要怎樣裝扮 我今晚因為有某網台 即是右台香港人網 其實我經常在這裡做節目的香港人網 今晚有個網聚兼萬聖節派隊 小弟除了自己內裡有件戰衣 大家看到比較鮮艷之外 其實今晚去到 我也會有另外一些戰衣打扮 在這裡賣個關子 但自己也會花一點心思 一年一度在萬聖節搞鬼 即是平時就算不是萬聖節 我都知道很多道具和戰衣上身 今晚我其中一件戰衣就會是 今個月中的時候 大家如果還記憶當中 還記得民主黨黨慶當晚 我穿了一件拳手袍 去了一隻館 今晚都會拿出來穿的 再配合其他一些服飾 希望和所有的網友 所有的支持者 寬度一個愉快的萬聖節 其實萬聖節通常十月這些時候 對於人來說 對我們來說當然開心 大家都有很多時候 有時候又放假 有時候又入秋 開始天氣轉涼 舒服些 又有萬聖節讓大家開心 但對於股市來說 通常傳統上 或者歷史數據上 告訴大家 十月通常都不是那麼開心 不過就是這樣 今年的十月 又不知道是不是 這個八年難得一遇 其實譬如港股來說 指數就穩步上揚 縱使最後這個星期 就出現少少的調整 或者一些少的回討 但是依然穩收著 二萬三千點的水平 比過去幾個月 其實是一個相對地顯著的升幅 或者是一個 其實是上升了的一個趨勢和軌跡 那麼 會不會接下來繼續升呢 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 馬經這節目 或者有聽我說的話 我是一個大好友來的 今年 我絕對相信股市是非常非常之有動力 也有條件繼續創新高 即是創今年新高 今期的iMoney 即是小弟有份寫專欄的那本雜誌 我現在長期咪咪了 今期iMoney 一書三冊最大那本的封面 今次也是頭條的 就是獨家專訪 我也是一個很欣賞的 以前是分析師 現在他就在JP摩根那裡 直接看完整個 China operation 即他是Vice Chairman China operation 就是阿龚先生 阿龚方鴻先生 很多人稱他為公牛 他外號的公牛 為什麼叫他公牛呢 當然他姓公 這是別言的 公牛的意思就是 大陸人也是國內 所以大家都知道 國內內地有個術語 說一個人很棒很棒 就叫做很牛 很牛 所以為什麼呢 阿龚先生被供奉為公牛 即是他過去的往跡 或者他的分析 非常之鳥 所以人稱是公牛的公方鴻先生 正準備入公方鴻先生專訪的正題之前 我的拍檔阿耀尊又回來了 我剛才已經解釋了 因為港島區的交通 不知道今天做什麼事 非常厲害 我就是一車比一車更遲 一車的原來更有一車遲 我都以為我遲 原來是耀尊更久 不過不要緊 我剛剛吹了幾句 就是講了萬聖節的點滴 原來今個十月是823年 即是八年難得一遇 有五個長期間 即是有五六日 這樣 就由星期五十月一日到明天 十月三十日日的星期日 就開始終結 八百多年一遇 八百多年一遇 所以大家狂歡之餘 股市通常十月不好 但今個十月都可以 正如剛才我都不介意再馬後炮一次 我覺得由做馬經第一集開始 那時候一不斷都在催去 這個股市是會 升到你不信 升到你不信 是的 由我們第一集開始 那時候都是二萬聖節 二萬一都未到 現在慢慢升到二萬三千多 還已經回落了一些 到最後這星期 所以我就引述 今天I Money的頭版主題 就是公牛 公方紅先生 他也是預計 英雄所見略同 正式是 他也是預計 港股年底有二萬六點 如果大家還記憶 猶新的話 我上個星期的那一集 馬經和之前 我一直說二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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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目標指數位 我一直在說 沒錯 每個人這樣說 我入市開始 要專做證人 又或者你們看之前的影片 亦都預期二萬六千點 是今年的目標指數位 所以如果公先生和我都這樣看 看看年尾十二月之前 會否真的有機會突破 至少二萬四 二萬五 我覺得二萬五應該都沒甚麼問題 因為期指結算日 這個星期 稍微有些少回討 但是我依然相信 尤其是 譬如下星期 美國有兩件事很重要 即是十一月 接下來這個月 就會有中期選舉 以及對於食口 以及量化寬鬆政策 QE2 就會再度批核 所以其實我相信 這兩個因素 亦都可以說 對於市場 或者對於整個資金 非常利好 大家都知道 美國一選舉 是否也要托市 尤其是如果要配合 QE2 量化寬鬆政策的第二波 要出台的時候 不論大小規模 現在很多人揣測 究竟會否比預期中的規模小 但其實說得細 都在說一個天文數字 美國如果真的要行QE2的話 美金可能會貶值 但會導致很多資金 流向很多新興市場 包括香港 甚至大陸 所以升值預期也一定有